大家好,这里是南美厨房 今天我们用西葫芦来做个好吃的 首先准备两三个西葫芦 清洗干净之后擦成细丝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一勺盐 用手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腌出水分 再准备300克面粉 加入3克酵母粉 再加入180毫升的温水 边加边搅拌 搅拌成棉絮状就可以了 然后下手给它揉成面团 这个面团要稍微和得软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了 非常柔软的面团 然后盖上饧面20分钟 我们今天做半发面的 只需要饧面20分钟就可以了 再准备3克鸡蛋打入碗中 加入一勺盐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搅拌均匀备用 锅中倒油 油热的时候倒入鸡蛋液 然后用筷子快速地搅拌 炒成鸡蛋碎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盛出来装碗中备用 我们的西葫芦已经腌出了很多水分 然后用手把水分挤干 尽量挤得干一点 装碗中备用 这是提前泡发好的粉丝 把它切碎 装碗中 再把鸡蛋碎加进来 再加适量的葱花 加入一把虾皮提鲜 然后来调味 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两勺芝麻香油 虾皮和西葫芦都是咸的 就不用再加盐了 然后搅拌均匀 我们的馅料就做好了 放一旁备用 我们的面已经醒好了 像这样拌发面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案板上抹点油 再给它揉一揉 揉两分钟左右 再搓成长条 给它分成大小均匀的面积 然后把每个小面团再揉一揉 把它整理成圆形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之后 再把第一个做好的面团取出来 用手按压着拍扁 压成包子皮的厚度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包上我们做好的馅料 可以多放一点 皮薄馅大非常好吃 用包包子的方法把它包起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轻轻地把它压扁 做成小饼的形状 做好的饼皮不用醒面 热锅放油 油微热的时候下入饼皮 开中火慢慢煎 饼皮上也刷点食用油 锁住水分 中火煎两分钟左右 再给它翻个面 烙这个饼不用盖盖子 因为饼皮非常的薄 容易熟 像这样重复的翻面 烙至两面金黄 小饼全部鼓起来 用铲子按压不塌陷 立刻回弹就已经熟了 美味的西葫芦馅饼就做好了 这个馅饼是半发面的 不需要用长时间的饧面 也不需要长时间的发酵 非常的节约时间 刚出锅的时候 这个饼皮是脆脆的 筋道又松软 里面的馅料也是非常的鲜香 皮薄馅大 非常的好吃 它有死面的筋道 还有发面的松软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如果你喜欢试试吧 感谢大家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